要提醒大家 台股下个礼拜有新的制度要上入咯 什么制度呢 主笔交易 主笔交易大家还搞不清楚吗 我们简单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提点 到底什么是主笔交易呢 简单来讲就是随出随到 什么叫随出随到还是听不懂吗 好没有关系 我们来打一个比方 比方说我们现在 以现在的这个台股交易市场 就像是我们在搭公车 或者是搭捷运一样 捷运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有车进来嘛 一定是等大家集合到一定的时间 或是公车一定是等 大家集合到一定的量之后 才会有车开进来 然后大家一起上车 要看他做什么样的交易这样 但是之后下礼拜开始的主笔交易是什么 主笔交易就有点像是我们搭计程车一样 我们只要这个看到车子 看到单子一来 我觉得我可以 他也愿意来载我 好我一招手我上车 就马上做成交 就好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主笔交易的好处就是 可以立即性有效性的成交 那当然一个新的制度上路之后 里面就会有一些新的规则跟玩法 什么样的规则呢 一定要来记住 它会有分在价钱上面有分两种 一个是属于限价 一个是属于是市价 在前的上面有做一个是限价跟市价 其实限价跟现在的这个交易蛮像的 就是比方说我可能台积电 想要300块钱买 或是300块钱买 你就挂单挂300块 挂300块买或卖 但是市价呢市价因为接下来这个 上路之后会多出一个市价 市价就不是这样了 就是完全不限价格 这就很疯狂了 就是市场上面丢多少 丢500块台积电 那你要买可能也要跟着买 所以如果是挂到市价单的话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不然的话 最好大家应该就是 乖乖的输入价格 你想要多少块钱买这张股票 那就有限价单来做挂出 那还有就是在这个数量上面也分ROD 什么是ROD ROD就是当日有效 还有一种就是IOC 还有一种就是FOK 不管是在限价单或是市价单 都可以搭配这三种 那这个东西是属于数量上的 这个交易模式 什么意思 这个是立即当日 当日有效 比如说你可能挂单挂了10张 但是呢现在在这个时刻我只成交了7张 那剩下的3张怎么办 他就会一直挂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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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收盘为止 那IOC呢 IOC这个东西是立即成交否则取消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一样 我今天要交易这10张 可是这当下我可能只有7张成交 那剩下的3张这个就会立即取消 FOK呢 FOK就是要码就是全部成交 要码就全部取消 所以意思就是说 要码我要买10张 我就通通都成交10张 只有7张我不要 要不然我就全部取消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还是觉得很困难 或者是真的还是有点慌张 搞不懂 我们记住教这个大家 就是在下单的时候 就干脆直接用限价 就是不要去改变任何 现在的交易 打破交易模式 以限价ROD 就是维持现在的模式 去做交易就可以了 这是在主笔交易上面 给大家的一个做提醒